我还要提醒您要烫头发真的要小心了 台北县一名女大学生 她因为到美容院烫发 结果烫伤了头皮 导致她的毛囊受损 头发一直掉一直掉 而这名女大学生 她存下了三个月的零用钱买假发来带 但是疑似她因为掉发 让自己的自尊心受损 昨天晚上竟然被发现在家中烧炭身亡 女大生爱美烫头发 没想到烫完头发一直掉 还闹出人命 设计是说应该是头皮受伤导致毛囊坏死 她可能太接近头皮 然后造成就是说 她的那个温度碰到头皮 如果是过高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她毛囊的部分就会受损到 就读师大国文系的19岁蔡姓女大生 三个月前去烫头发 烫坏了 她又多次到其他美发店试图补救 没想到越烫越糟 头发一直掉 爱美的她还买假发来带 看着日渐细数的头发 女大生竟然想不开烧谈巡断 有掉滑的话 那我会建议她 可能在平常的一个清洁方面 或者是说 平常的一个保养上面 要再特别注意一下 那就是不要再去破坏她 设计师表示 头皮会烫伤 除了温度没有拿捏好之外 时间过长 以及药水附着的时间太久 都是有可能导致头皮受伤的原因 而蔡姓女大生是家中的独生女 父母亲伤心欲绝 没想到女人会因为头发 结束自己青春年华 最近上次广告与领培北 请不吝点赞